冰之女神库拉对决最强之拳 草剔精 这场冰与火的较量谁会更胜一筹呢 草剔精感受到背后有一股强烈的杀气 回头一看一个女孩正稳稳地看着她 是库拉 她一言不发飞身冲向精而去 草剔精不敢怠慢宁气俱力右手燃起火焰 必杀技百时时荒谣 右拳携着烈火轰去 就在这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金娜携着烈火的右拳瞬间冻结 没等她回过神来 库拉已来到她的面前 速度实在太快了 就这一秒的时间竟瞬间感受到身体传来疼痛 仔细看去库拉仅用一秒的时间竟穿过了她的身体 看似不起眼的一招却早已在尽的胸口留下一个拳印 寒气更是以极快的速度在尽的全身蔓延 不一会儿 金整个人已被包裹在冰块当中 你的火焰力量在我面前毫无作用 身为最强之拳的草剔精怎会这么不堪一击 只见她大吼一声顿时将冰块全部震碎 好厉害的冰封树是专门为破我的绝招而设计的吗 库拉神色凝重 你很幸运 今日你并不是我的猎物 我的猎物跟你一样拥有同样火焰力量 后会有期了 慢着 草剔精左手燃起烈火挡在身前 势必要找回刚才的耻辱 她那斜着烈火的拳头本然挥出 怎料却如同打在空气一般 原来真正的库拉已经离开 与金对话的只不过是她的残疑 好快的速度 八神 想不到这世上除了你之外 还有人令我感到痛楚 回到拳皇大赛会场 K和马克西马正分析当前局势 只见罗伯特使出必杀技飞燕即风角 强大的气场似乎挟着雷霆万军之势 提响温妮莎 温妮莎身体一滴轻松闪过 一连几击重拳将罗伯特轰飞 罗伯特左手撑住地面 右手聚起能量波 竟用一招龙击拳进行反击 温妮莎貌似已将她的招式全部砍穿 闪身躲过光波后 打出自己的必杀技冠军之拳 一连三拳每一拳都带着一股拳净 狠狠命中要害 最后一拳直击下额将罗伯特打得大口喷血 随后便直接化成一股旋风 在罗伯特周身环绕 速度快到如同有无数分身一般 罗伯特则会坐影带币 一记横扫直接踢出 没有用的温妮莎身形一闪 轻风躲过 你的速度实在太慢了 温妮莎立即打出自己的必杀技疯狂之拳 她身影在罗伯特身前 傻大闪去一秒内竟打出十三拳 本以为胜券在握 殊不知他们格斗派向来都是体力派第一 罗伯特再次起身 从她眼神中可以看出 她似乎已经把温妮莎的招数看穿 温妮莎眼含杀气 小子 这一拳便能将你打扣 就在这时 罗伯特左脚一蹬 震起地面碎石 右脚快速递出 碎石漫天飞舞 温妮莎被迫只能用手臂格挡 罗伯特看准时机闪身来到身前 必杀技龙虎乱舞 那快如闪电的拳脚在温妮莎身体暴击 直到将她踢飞 温妮莎哪会认输 起身便是一击超快拳轰去 罗伯特身体一退轻松躲开 你的身法我已经看穿了 看招吧 一招上钩脚将温妮莎踢到半空 紧跟一招旋风踢将温妮莎重重踢到擂台 罗伯特心地善良从不置人于死地 这场比赛胜负一分放弃吧 怎料温妮莎竟用尽最后一口气再次向她杀局 显然没用 罗伯特已看清她的招式 紧一脚便把她踢至百米开外 情况紧急 K为何还不出手呢 她究竟在想什么 到底会不会出手呢 擂台上的温妮莎被罗伯特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砰的一声静止地陷入擂台 看到这个场景K猛然起身脸色阴暗 她要出手了吗 罗伯特掌中聚气 抄臂沙霸王翔吼拳轰向温妮莎而去 擂台下罗门瞪大双眼大惊失色 K飞身一跃跳入擂台 竟用身体挡在温妮莎身前 与刺同时板起琢磨也飞身跃入擂台 以臂沙计飞燕即风角向K踢去 只要自己跟K拼一招 罗伯特便能击中温妮莎 我们龙虎队就能拿下这次胜命 飞燕即风角 霸王翔吼拳 两股强大的能量向K袭来 他能挡住吗 只见K身体一闪 右腿一抬竟将飞燕即风角挡下 随后左手抓住板起琢磨脚挡 右手顺势掐住脖子 双手一甩竟将板起琢磨整个人重重摔翻在地 本期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